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片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正在上班途中的人们正在经历着拥挤等待甚至是习以为常的无奈 其实这样的场景每天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甚至是很多一线城市都会发生 久而久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开始思考了 大城市的繁忙生活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是否有一种生活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真正的享受每一天享受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大地 尔海的东北岸 没有拥挤 没有车流 缓慢的节奏 一个与北京 上海 广州完全不同的地方 雪山下的古城中每天都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进入其中 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在古城中休息几天 亲身感受都市之外的另一种生活 但是有一些人竟然丢掉了城市中原版的工作 却把短暂的驻流变成不再离开 他叫杨森 原来是中国移动南京分公司的员工 2006年 杨森辞去工作 举家来到大理 我把那个职信交给我领导的时候 我领导就觉得我几只小时是不是傻了 然后是不是疯了 放弃一份尝试中正当 体面 并且高薪的职业 在当年 杨森被很多人看成是疯子 但直到今天 这个已经不惑之年的男人 对于曾经的决定仍旧没有半分后悔 当年 他的动机是什么 那么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持续这么令人羡慕的工作 最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单位吧 我做那个大客户的经理 然后呢 我这个东西对我的生活 这个压力非常大 因为我们每个岗位 每个月都有指标 给我有点承受不住 然后我觉得来到这里 就是给我的感觉非常放松 然后我就很决定 因为在这里工作 或者就找一个我自己能够从事的事业去做 七年前 承受不住压力的杨森逃离南京 走走停停 来到双廊后 便不愿离开 曾经大城市的生活经验 在这座安静的小镇突然派上了用者 杨森开始着手开办一间客栈 供过往的游客休息助流 杨森明白 来到客栈的游客大都和自己有着相同的心情 安逸 舒适 慵懒的装修风格 让他的生意日渐红火 今天 杨森在这座小镇已经拥有两间客栈 每天睡到自然醒 因为喜欢尔海 便也把对尔海的热爱融进了客栈 为了自己 也为了游客 杨森特地在顶楼进了一个深向尔海的跳台 那个就是东方 然后每天太阳会从那边升起 我们做这个跳台的目的 就是为让更多的客人来享受 每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 然后海风吹过来 会给你很嗨的那种感觉 很放松 定居大理已经七年 没有太大压力的竞争 没有机械化的忙碌 客栈却也不经意地稳定下来 杨森终于开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像我刚刚从英国回来 然后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每年会抽两次吧 应该去国外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 的确是太让人向往了 其实杨森这种行为是城市化进程当中 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 叫做逆城市化 这种现象最早是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发展总趋势 不断的集中化和大型化 但同时在少数经济高度发达 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 投资方向就从大城市转向了小城镇和乡村地区 而乡村地区的人口却比以前增加了 其实逆城市化不仅是属于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 在中国大城市当中的一些老年人也逐渐远离城市 在一些小城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 我们再看照片上的这两位老人 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每年冬天来临之前 76岁的何志芳总会和丈夫一同离开北京 来到北海 按常理看 老年人尤其这么大年龄 应该留在大城市 一旦身体出现不适 便捷的交通和功能齐全的医院 都会成为他们最安全的保障 然而此时 他们为何放弃北京来到小城北海呢 2010年住过医院 2011年又住过医院 两次住医院 反正有一次甚至也都说我死了 抽烟之上写的是抽烟原因死亡 就说我这个很危险了 大夫同意我到北海来 他说北海对你有好处啊 核脂肪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30年间曾几度病危 但是小城的医疗水平 毕竟不如首都 医院的大夫 为何要让他离开北京 来到北海呢 那么您到了北海之后 这个病情呢 跟在北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如果我在北京已经冷了 比如像11月初 已经比较冷了 我到这儿比较暖和的话 我到这儿 马上药量就减一部分 就不是吃那么多药 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呢 就是气温的关系 我对于气温很敏感 只要气温低了 我的血压马上就上去 这一天是2014年1月4日 北海市当地气温19度 微风 相对湿度50% 而此时北京6度 哈尔滨零下16度 上海也只有10度 在北海有很多 和志方这样的老人 他们大多因为身体原因 来到这里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 家乡气候回暖 他们将会带着健康的身体 回到家人身边 我来自成都 今年72岁 我今年58 我77岁了 今年68 我今年69岁 我来自北京 我来自奎米 来自四川成都 我来自重庆 今年50岁 65岁 现在年轻过了三天 在寒冷的冬季 像高血压 心梗等老年人常见病 常常容易发作 虽然在城市中 供暖问题早已解决 但户外仍旧 萧瑟寒冷 这些平均年龄60岁的老人 在城市的家中 就像笼中的鸟儿一样 无法像眼前这般 自由自在地进行户外活动 逃离城市 逃离寒冷冬季 便成为他们的选择 对于这些老人来讲 北海新鲜的空气 充足的阳光 温暖的气候 近海停泊的渔船 四周不高的小山 以及市场中 吃不完的各种海鲜和水果 这一切都非常适合他们 然而很快 问题又出现了 当越来越多的老人 因为冬季的温暖 来到小城北海时 他们突然发现 三四个月的异地月冬时间 实在太长 这并不是从前旅游时的 三两天的宾馆住宿 就能解决 住在哪里 成为他们面前 最重要的问题 政府和民间如何解决 老人们一直在关注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落于北海南城的 这座海泰别墅小区 虽然已经建成 但入住率极低 很少有人过问 直到六七年前 一些人将这些别墅承包下来 进行装修并改造成旅馆 从此以后 这个小区便热闹了起来 同时北海城也热闹了起来 在这里居住的客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些扣鸟老人 每周海天别墅宾馆的老板 陈敏都会为客人更换一次 备套备单 三年前 陈敏作为游客来到北海 几天之后便喜欢上 这座温暖的城市 三个月后 在家乡贵州结束了十多年 并不景气的生意 租下这座别墅 改造宾馆 陈敏的宾馆有三层 二十多间客房 当年装修时 并没有费太多的脑筋 唯一的标准便是 一定要有家的感觉 夏天的时候 接待前来北海的度假散客 从秋天开始 老朋友们便从各地赶来 陈敏也按照这些客人的要求 购买了乒乓球桌和麻将鸡 解决了住宿 接下来最重要的便是吃饭的问题 在至少三个月的时间中 这些来到小城的老人们 离开了家中的厨房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健康的饮食在这座陌生的小城如何满足 还有熟悉的口味又如何获得 十点钟 陈敏准时来到后厨 准备四十多人的中饭 菜每天都按照客人的要求 做适当改变 仔细观察 这里每道菜 陈敏都会分成两份 一份加辣椒 一份不加辣椒 看嘛 这个是辣的 就是那个四餐的爱吃的嘛 这个是辣椒 对 这个是不辣的 就是上海人啊 白京人啊 他们过来的就不吃不辣的 这个没有放辣椒 这个也放辣椒的 这一份呢 又是在这个位置 又是不放辣椒的 同样的菜 同样的菜嘛 它就是不放辣椒的 就是要根据它们不同的口味 对对对 然后做各种菜 对对对 要不它有些辣了 它吃不了嘛 11点30分 客人们拿着自己的饭碗来到后厨 这是他们在学生后 退休后 又一次的集体生活 老人们的要求并不多 但唯一的一点 就是要做出家的味道 虽然不能和家里做出的菜肴完全相同 但可口亲切 却完全符合 午饭后 201房间来自杭州的客人 拿来3600元钱 这是下个月的房费和伙食费 如此算来 他们每人每天包吃住 只需60元 在陈敏的海天宾馆外 上百座相同的别墅里 来自不同地方的老人 每天都各自过着同样的生活 简单 普通 却有滋有味 因为种种原因 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当中 一些人选择了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老人 他们是因为冬季的寒冷 远离北方城市 一些年轻人又因为工作压力 同样会选择来到小城 还有一些家庭 他们选择小城 不是因为压力 也不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大屏幕上的这一家人 他们离开北京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曾经的生活当中 迷失了方向 在大理白祖自治州的尔海边 客栈和酒店 成为很多来到大理新移民们的选择 她叫刘丽 是大理古城一家客栈的老板娘 我们是2011年从北京出来的 然后出来之前呢 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没有工作 带孩子啊 收拾家啊什么的 我老公是做设计的 在城市中 紧张的节奏 繁忙的工作 让很多人失去目标 以及方向感 曾经的刘丽和家人 就深有体会 当时在北京呢 就是大人孩子生活的都很茫然 然后我老公工作呢 也觉得很没有方向感 家庭也没有方向感 然后儿子每天起床就流眼泪 不愿意去幼儿园 状态非常不好 然后当时就鬼使神差的你知道 然后就收拾东西 说出去玩吧 然后就出去玩 说走就走 一家三口开着车 就从北京出发了 刘丽觉得 自己与大理有一种缘分 就很奇怪 一路上我们哪都没停 用了四天的时间 然后就开到大理 开到大理就停下来了 然后一停呢 停了半个月 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是当时在这的时候 就感觉 突然之间带着孩子 你知道吧 过上了一种 什么都不用想 你知道每天住着客栈 出去吃啊 然后买东西 然后当时 这儿的生活成本 两年前还是很低的 哎一下子觉得 我心里面特别轻松 就轻松了特别多 三年前 刘丽一家在大理古城 休息很久之后 渐渐适应了 这里的生活方式 他们认为 这才是自己真正的生活 不久后 一间新的客栈 在古城中出现 客栈主人 正是刘丽和丈夫 直到一年前 客栈的床单 被照 还都是刘丽自己洗的 但她并没有丝毫抱怨 这是你所有看到的一切 都是这双手 你知道 然后我老公那双手 然后慢慢的倒是来的 然后去年十月份 然后我老公找出了之前 我们没有收拾之前的照片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都后怕 她都用了这个词 我觉得你可以想象 当时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就是真的很艰难 很艰难 都不敢想象 随着客栈经营的稳定 刘丽的丈夫董海 重新拾起自己的爱好 铜错银 是在铜板上敲出图案 再将银打成同样的形状 镶嵌进去 这个想法 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形成 只是一直没有付诸实现 2009年 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在北京 然后自己突发奇想 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 这种中国传统的东西 然后在家里就开始琢磨 但是琢磨还从去 因为你要工作 然后你要带孩子 各个方面条件都不允许 然后想了一点点 尝试一点就放下了 现在到这个地方 你说有两年的时间 基本上很多东西也都稳定了 这边的生活节奏也适应了 所以完了之后 又把之前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全部都捡回来 完了之后 我可以在这儿 有比较大的空间画画 然后有比较多的时间 然后继续把我喜欢的这些东西 继续完成它 很开心 刘丽和丈夫又重新找回了 自己生活的目标 虽然他们的目标不是那么宏大 但恰恰是这份简单和朴素 是当下很多城市人 不知不觉当中丢失了的 大屏幕上 这一家人是刘丽在大理的邻居 男主人叫丁磊 来到大理多年以后 一家人早已经适应了 这座小城简单安逸的生活 然而就在一年半以前 丁磊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是关于孩子的未来如何规划 这个问题不仅丁磊遇到了 刘丽也正在面对 所有生活在大理曾经的都市人 都无法逃避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 在未来 他们极有可能会离开大理 重新回到城市当中 丁磊来自上海 原来是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 当年你来的时候 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当时来呢 这个村外的道路还没通 然后我们是带着一生的泥泞和尘土 来到丧狼 然后这两边呢 都没有这么多的酒店和客栈 都还是打鱼的渔民 五年生活在大理 丁磊一家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 然而一年半前 女儿的出生打破了平静的心情 我女儿是我们来双狼两年半以后出生的 现在是一岁半 然后她应该算是 新双狼人里面 第一个第二代 对 她是第一个在双狼出生的这个新双狼人 将来呢 我们还是看她 她如果 我们觉得她的发展在双狼没有问题的 她就会在双狼一直生活下去 那么如果她身上出现问题 需要在城市解决的 那我们可能就会城市了 丁磊的老乡 同样来自上海的当代艺术家沈建华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几年前 沈建华在大理建立了画室 教白族的老太太画画 她希望能够把真实的大理 乡徒的大理记录下来 您教些徒弟啊 画画 您收费吗 不收 他们是当徒弟嘛 来学习嘛 那么这样的话 您的生活来源怎么处理呢 我把上海的房子租了呀 然后有那个租金生活 渐渐的 女儿也在大理一天天长大 对于女儿的教育 沈建华干脆放弃了全日之教育 自己在家里培养女儿 那最后就是不去学校 是你个人的决定 还是你爸爸的决定 爸爸的决定 那么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有去学校 你觉得这种生活状态怎么样 有没有的时候也会怀念 学校的生活 跟很多同龄人一起玩耍等等 没有 每天怎么过的 每天就读书啊 写字啊 画画 念书啊 就反正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 书基本上读的是什么书呢 读四十五经 四十五经 能读懂吗 读不懂 那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 不然说读书了以后 长大自己就懂了 感觉怎么样 到这里了以后 这几年脱离了这种校园生活 以后你自己感觉 感觉很好啊 感觉很自由 那么您对英英未来 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吗 还真没有什么期待 所以我们是一直不停地发现 他有自己有什么喜好 然后我们配合他的喜好去做 这样 然后他有一个喜好 然后又可能不喜欢了 也不逼着他去 一定要怎么走 希望他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刘丽的儿子刚到大理时 只有四岁 但转眼就六岁 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那你现在想留在大理 还是以后想带您再回北京呢 想带在大理 不想回北京了 北京原来的那些小朋友呢 不喜欢 不喜欢了 那大理的小朋友好在什么地方呢 好在容易跟我交朋友 我们在这儿已经很习惯了 你知道吧 就是这种 就是当初那种 要回去带他上学的这种想法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了 杨森的孩子 三年前上初中时 就有妻子带回南京上学去了 那回去是他自己的选择 还是你们是这样的一个期望 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喜欢大城市 他可能需要更加现代一点的一个地方 然后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大城市的氛围更吸引他 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家长的话 我们不应该剥夺他的这种 享受着这种 现代化城市的一种权利 我们还是希望能给他回到 他的想要目眉以求的地方吧 看样子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答案 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 到底在城镇化的进程当中 是进入大城市寻求更多的机会 还是离开大城市 前往一座小城 放松心情 过那种安逸舒适简单的生活呢 或许我们应该静下心来 仔细的想一想 我们究竟要做什么 然后再做决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